各位企業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鴻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野獸在野狐九段的對局 那我是拿黑的 一開始下一個這個新小木一千跳的開局 這個遞角方向跟我以前常下的小木站在這 然後往這邊遞 換一個方向 白棋用點角我今天選擇擋這邊玩飛一個 最近比較多來嘗試一下這個飛的變化 這邊如果白棋拖的話 我是不會擋下去下那個米式飛刀 就是 他如果拖的話我可能會直接藏一個 因為我最近在看那個決意 決意那個菁姐 決意講一些最新的對局的時候 我都發現好像米式飛刀都已經沒有在出現了 就是當白棋拖的時候好像他最近都是藏一個 要不然就是藏在這個位置 那白棋如果直接頂完班的話 當然就沒差 那 這邊我如果繼續要下的話可以去斑完斷一個 如果不走 白棋打完 白棋打完力也是蠻大的 我這邊拖線是可以啊 不過白棋局部打完力很大 所以 我通常會直接把它下掉 應該說這個局面我會把它下掉 因為 這邊走一排牆壁的話跟右下這邊地角 稍微配合的話看起來是還可以 那白棋這邊 那白棋這邊就是除了斷這個以外也可以斷吃這個 白棋實安就斷吃這個 那我就打 打的話 他提掉也有 斷這個也有 喔 不過斷這個 我好像也有提的變化是不是 不過他現在如果立刻打上來 我沒解跟他打的話 應該比較不好 那我就沾住 那他應該會繼續藏 然後這個變化我記得是不是大條 欸超大條是嗎 因為我這邊有一個虎 虎或沾都是先手 那當然先不要交換了 因為你交換被他提掉的話 右邊三顆就薄掉 所以我就單拆一個 不過這個後續我就有一點沒研究了 走到這邊後續的變化 搞白清楚 這邊白棋後續怎麼下 應該是簡單的去跳之類的吧 看起來很有可能續盤就直接引發一場戰鬥 喔 所以這邊白棋不是繼續跳 看來白棋拖先也是可以的確 白棋完全是有拖先的本錢 立刻碰上來 這邊如果再照我以前常用的那個變化 斑完斷 嗯 好像也可以耶 斑完他如果要連斑我就打算貼上去 因為我這邊有這一排 讓他沒辦法舒服的去拆 好像也可以 如果是上斑不知道怎麼樣 上斑他斑 我沾 他藏進去我打 我感覺現在的確不太能 就是只看這個局部 必須和右上產生連結 我感覺上斑好像也還可以 上斑他斑我沾 他藏進去我打 他如果要鑽進去的話 那我這邊提一朵花 那他這一兩顆 很有可能就會爆掉 哎呦 感覺是可以 那他如果斑完藏 我打這時候他沾 我就擋住 他爬完之後也不太好跳 那這邊被我 限制住了 所以我上班是不是還行呢 他現在如果不下班 好像 難道要長嗎 長被我力道的話 我感覺他局部是虧的 他就下班了我就沾 然後他就下班 藏進去我打 那他如果還要這樣沖完擋 下原本的定時被我提掉 那他 他這一朵花開在這邊 那他這兩顆 就好像 就有點沒意思了 對吧 所以他變成現在要沾 那我再擋回去 那他在這邊爬完跳 不過在這邊爬完跳 我就這邊飛出來 這個跳的位置 嗯不知道好不好 我是感覺不太舒服 喔他果然是沾了 不可能讓我這邊踢掉 所以他不是爬完跳 他是單跳 單跳的這個旗 單跳可是這如果被我拆而到的話 變成他活的 做空間有點局促啊 這對不對 被我拆而到的話 假如你要貼出來 那我一沾住 這邊將來被我點的話 這裡頭 就沒根據地了 那我現在要頂一個的話 我長 我感覺頂也是有點俗的感覺 還是有點賣掉這邊啊 所以白騎衣這邊直接碰上來 好像有待傷去喔 我覺得不太像是好騎 現在點一手 點我就沾唄 他如果沾回我就跳出 他這邊還是欠一點 不過我現在去點應該也不太好 因為他就沾完之後 譬如說頭上跳過來 就可以跟這邊產生連結 我覺得我現在應該是要去 跳一首 他可能還是得跳 他如果跳的話我可能就脫先了 我應該就是脫先了 那這個點就是將來的事情了 因為現在主要是 他頭在外面的話 你去點他沒用 他頭在外面他往外跑 海闊天空 不會管你那個 他如果要跳我 我在想我要脫先 還是說再跳一首 再跳一首瞄著蛙的味道 好像還行 就再看看好了 果然是往外跳了 我要下嗎 暫時蛙應該是不會好 被他衝過來 打吃完沾然後衝過來 應該不會好 我看是算了好了 先不要去跳 不過在下面是要點腳還是掛腳 掛哪邊 走這個好了 想說跟這邊有點支援 不然這邊 其實也沒什麼支援到 這個太遠了 我想說這邊好像有點保衛 應該是也還好啦 不過簡單掛個腳 應該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他會不會從這邊夾進來 瞄著這邊的味道 也是有可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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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完要跳嗎? 還是要飛一個? 這邊選擇踢我是稍微沒想到 他如果拆的話我是要這麼穩健的補一手嗎? 穩健補一手會不會太穩健 這個 讓人家這樣拆的確是有點不太想拆 有點沒意思 因為我是想說將來譬如說我這附近走到這些子弟的話 那他打路他可能就也不太敢打了 我就這樣補我覺得有點無聊 甚至我還有點想掛這邊 不過掛被他靠完長的話 這邊打路就嚴厲性增加了 嗯 嗯 有點不知道怎麼下 這邊不走變成他有打路啦 這明顯是有打路 有點糾結 不知道怎麼下 先掛下面好了 這邊先不管他 不然就是不要這樣補 就是可能 直接用這種大跳在中間的 設法擴張整個上面 9 好像有點太囂張 夾進來 喔這手旗 他夾進來我可能會想要往外跳 再夾 看能不能跟這邊產生一點關係 畢竟他還是沒有完全 完全弄乾淨 其實如果簡單點33也還可以 只是這樣就比較穩健 而且如果被他逼到這 其實還是不太舒服 所以我想要先跳 然後率先夾過來 不會讓人家這邊走後 再往這邊逼過來 這樣反而變成 我這邊有點保衛了 因為逼到這之後 他這邊二路一搬完 這有衝斷的問題 8 7 所以我就率先夾進來 這一顆我覺得 要說我是白騎 我可能暫時先不跑 我可能就先拆左邊之類的 因為這個黑騎要尖死他 也有點沒意思 因為尖死那個 不是很大 喔白騎這部踢 是不是也想要這樣操作 可能就是先擺著了 因為黑騎尖死這個 白騎還可以在外面點一點 去做個利用 其實黑騎吃這個 也不太會這樣吃啦 要吃也是大吃吃在外面 這種尖比較像是傳統的下法 現在比較不會這樣下 喔不過白騎踢完一下 他其實還是要跑出來的意思 那這個東西 喔如果跳他會不會這樣挖斬之類的 7 6 5 4 3 應該還好吧 暫時還不怕 應該不用怕這種東西吧 挖斬這個 感覺就是屬手 拐正過來 我下面是還有拖啦 不過他還是有可能會這樣二路點嗎 我要不要三路跳的問題 8 7 6 不然我也是蠻想先飛下去的 4 3 2 1 先飛下去好了 他會點嗎 我是想說我擋完斑 然後斑一下之後是拖過 不知道 感覺也有點俗 他硬了 腳上他硬住 這挖斷好像越來越限時 不過他現在如果要挖斷我兩顆就可以氣掉了 因為他腳上已經擋住了 他這邊都厚了 這一手不知道會不會太鬧 剛剛一度有點想要從這邊直接把他批斷 但是其實右邊他接一手其實 其實 他就有火形在了 雖然 我 點完斑斋好像還是沒火 不過他 這一手其實還是蠻大我感覺 3 2 1 哇 直接拖先啊 這太囂張了吧 可是我好像 這我有辦法懲罰他嗎 還是我先硬這邊 9 8 7 6 5 4 3 2 1 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我要懲罰他什麼 先走一顆好了 先走一顆 總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點 哇 靠一個 這白起好像也活動開來了 各種 騰挪 這邊搬下好像也不太好 唉 這邊又被他利用了 他其實連一手還是有他的價值 不過就是他這種連就是 給人感覺連接很薄弱的感覺 因為我像這邊其實硬要挖斷也是可以 喔 跟他交換到了一手 那應該還行吧 那再回來這邊 哇 怎麼到處都在跳 這盤起 又是一個 比較混戰的格局 這邊再跳一手 如果這邊再跳一手 還是有瞄著要挖斷他的感覺 直接刺喔 直接刺感覺不太一樣好奇 我要貼嗎 應該單連就好了 刺一個我感覺 不太像好奇阿 就是因為我這邊走後的話 跟他腳 將來要點 要點這個可能會有點關係 或者說讓我這邊 頭變得比較硬 本來頭會比較軟 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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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跳嗎 感覺不太想再跳 有點無聊 就飛他一個好了 這瞄準等一下要靠這個 靠完頂斷他 他如果要真的跟著尖一手 我就在場 這邊就等於把他 包進去了 吃起來了 這邊我感覺其實 找到機會可以去把他沾掉了 如果這邊 我們已經確定死控化的話 因為右邊我是很厚了 我右邊如果被他提掉 其實我不怕 喔他去立了一下 這個立有點 不太懂 我感覺我其實現在就可以 把他沾掉了 我覺得 因為右邊我被他提這個 我這裡已經比較厚了 被他提掉其實還好 反而是這邊多了這個沾 可能會變得比較厚 不 對我這樣去沾起來應該還可以 提 那我等一下還有這個 斑的關子 斑跟立的關子都可以收 還不錯 他這邊跑去立 可是這個不是被我靠斷了 還是他覺得下面有跳 所以 吃的不大 不過我這個靠還是蠻有價值的吧 就直接把他這邊騎行打爛掉了 他有一個跳 我至少跳過來還是 這怎麼樣還是能吃到一些 而且就是整個走後 我是覺得還是蠻有價值 當然他這個力也是有價值啊 整個角 整個角落都撈起來 突然發現他左上左下 其實也是蠻肥沃的 不過我是覺得黑棋就 慢慢來 然後追究保衛應該是還可以 哇 他還是要直接團住 這麼硬喔 下的這麼硬喔 哇 我這個有點 沒有預期到 喔 原來他這個力是為了要防這個斷的問題喔 哇賽他下這麼硬 我突然 不知道怎麼下 我要搬嗎 搬被他虎 也不太好耶 哇 天啊 可是不搬他這邊有個靠 蠻薄的 8 7 6 5 4 3 2 哇直接給他衝下去了 呵 他靠我就直接搬在這了 OKOK 又是一個最緊的圖啊 戰鬥這個非常緊啊 8 7 6 5 他應該就是打出來吧 3 2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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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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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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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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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 6 不然就是直接站到底 它單衝我也立下去 打穿 斷 喔 怕什麼來什麼 天啊 它也下太好了吧 變成硬不動了 我現在如果沾的話 它斷 我打這個 哇 真的是太香了 我這邊下的不行了 靠完檢討的這一串 我完全沒走對 哇 硬沾了 打出完 衝 我搬 擋 沾住 然後虎完斷 暫時是還可以啦 但是 真的很勉強 這還行嗎 衝 它應該會衝了吧 衝我就搬 然後 我現在這邊 五顆也可能很危險 結果我剛才自以為的交換變成 現在有可能虧掉了 就是我這邊全死了 那就是虧掉了 喔 它用拐的 我以為它要搬欸 用拐的 那我再爬 直接爬過 唉唷 它用拐的 會不會不太好 不知道 還得看後續 偷 它應該會先幫我一下嗎 沒有 這樣它這邊還欠一手嗎 不過它這邊應該會先搬兩下 搬碗藏一下 搬我門封 然後再藏一下 先利 我用虎的眼位好一點 應該是沒差啦 還是用跳的 用虎的 應該說先搬吧 不然我這藏過去 它整個就掛掉了 3 2 1 還好 還好 我以為 我以為它要搬了 就先打我一下 我剛才下在這邊就搞笑了 長 還是會長啊 這邊有點糾結 雙 雙應該還是比較好 因為我現在應該要打這塊 好啦 雙 那它度過 它應該 哇 還要貼啊 這 這麼狠喔 我覺得沒必要吧 這個其他還要貼出檢討我 它可能看我沒有補在這邊 所以它想貼 這個有點囂張欸 我先把它組入掉 我覺得沒必要 我中間雖然 沒有很厚 但是 畢竟還是人力比較多吧 而且我現在這邊還有一個點 欸 點也不一定好 再看啦 因為這邊我擋到它 裡面總是會有點保衛 這貼出我覺得真沒必要了 因為它剛才本來 好好把這塊 度過 然後我這塊 這塊如果殺不掉我就很 很危險了 它現在這貼出 變成它有兩塊不活了 那就很難搞了 飛一個 那我當然先聯絡再說 這邊如果斷的話 這邊如果斷的話 它也是一個立戰派欸 先靠這個 可是我覺得 這個行嗎 靠斷 我就直接打一排 打完衝一排 9 8 7 6 5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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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喔 我可能應該用尖的 變一般好像有點 喔 現在怎麼一副快死了 我怎麼變成我快死了 天啊 這邊尖完斷 好像還可以 尖完斷一個 喔 不過這樣我抓得到他嗎 好像不太行耶 我先斷吃一下 喔 我這邊好像又殺 殺得不好 跨完斷 跨完斷應該是不行 我應該用尖完斷的 這樣他頂不下去 但是尖完斷他就退 我還得回去兩眼做火 這不就哭了嗎 天啊 這個戰鬥我好像又是下不好 剛才沒認真想 喔 我剛才好像太自信了 以為他這個戰鬥明顯不行 不過他這個飛過來我貼這一手好像有問題 我應該 看起來好像應該用尖的啦 那貼邊要斑真的不太好笑 我現在只能下這種很爛的招數了 下這種很爛的招數啊 才能夠做火 然後我中間這邊尖過來他好像尖完一下之後再補回去 好像也殺不到 如果雙方洞下暗無視我都殺不到的話 那我空應該不夠 他光左上左下 怎樣右邊一些空 我應該是明顯不行 他這邊光是打算粘住我就不行了 他退也可以喔 我也是不太行 不過退我能不能先在這邊尖一下 他頂不進去 我就可以把他擠完斷 7 6 5 4 3 好啊 尖一下看有沒有一點抵抗啊 看有沒有一點抵抗 最後拚一下 9 8 7 這邊有沒有一些 做火前可以交換一下的東西 2 看起來好像不多欸 做火前能交換什麼 貼這個應該也不行嗎 他就單年應該也不好 打吃 打吃 喔對他可以先打吃這樣我也不行 9 8 7 6 5 4 3 2 1 喔我能不能這樣硬掐進去啊 天啊這是什麼東西 硬掐進去 這個好像 這是什麼怪招啊 他如果現在要來的話 我直接滾包也是先手做火 也是先手做火 唉唷 這招該不會行吧 這是什麼怪招該不會可行 他嚇到了 他是不是嚇到了 唉唷 這一招硬掐進去好像OK喔 好 藏出 藏出 是不是吃到啦 我現在如果貼的話頂 頂完沾這個我不行 但是我又沾在這 該不會又被我反吃回去 這樣好像吃到了耶 他現在拐的話我就 反正下面還有拖 死傷還行 不過現在右邊還沒補啊 他現在右邊殺一手我還是不行 右邊我會死掉 但是吃到這個不知道夠不夠耶 喔這邊下面被吹了一下 我剛才應該是不能貼吧 他頂完沾 對他剛才頂完沾我不行 對那應該沒下錯 喔下面被吹一下還是蠻痛的 不過能吃到這一條應該還是OK的 這個虎要虎嗎 因為我拖的時候好像會被他中間虎斷 他現在提這個有先手嗎 對他現在提這個還是先手 下一手會把我頂死 所以 所以說我這邊虎 虎跟雙都有先手 但是靠過來應該還是吃不了他 因為他提先手 對他可以去提一手 那我得斷在這 那我得斷在這 不過這個退回來 右邊到底怎麼做火 喔被他殺了 這退回來好像沒辦法做火 現在去點這個大嗎 9 8 7 6 5 4 3 2 應該是不小 對我剛才要做火 好像點完爬回去應該是明顯可以做火的 9 但我剛才拖這個應該 拖這個跟 跟點右邊 搞不好我應該點右邊 去做火 喔他單檔好奇 單檔是好奇 這藏出來 右邊火火的空間應該是不夠 7 6 5 4 3 2 那我爬這個好了 爬這個應該也是很大 他應該會飛過來 翻山 我這空好像還是不夠是不是 飛這個很大 爬是先手 9 8 7 6 5 4 3 2 爬之前我把它沖一下好了 沖完 沖掉 不然我單黏的話被他黏在這邊 也是不行 唉唷 我這邊能不能斷完滾包 斷一個滾包 我斷他Q就好了 沒起 算了還是斷他一下 嚇嚇他 好像空還是不夠啦 9 8 7 6 5 4 3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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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半張丸夾進去 他如果不補夾進去藏一個之後 頂 應該是有期 這右邊被他宰掉好像還是不夠 只是說我剛才 這個可能不要脫過 我應該把他右邊拉回來 還有沒有能攪的空間呢 這應該確實不夠 這虎過去 虎完衝一個 再衝 可以割掉兩顆 這個不知道大不大 左邊其實挺想要攪進去的 這個沾應該是有先手 左邊能不能這樣點完搞一波 不過立刻點應該沒什麼用 立刻點完 點33他就跳一個 應該是沒什麼用 7 6 5 4 3 2 不過我連一手他應該是會補 連一手他應該會補 但就是我連的時候他可能可以補在外面 因為我這邊畢竟還有味道 9 8 7 6 5 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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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掉 鋪掉 欸 等一下他鋪掉之後 自己這邊會不會氣有點緊 有斷的味道 有斷的味道 可是我現在這邊也會被挖沾 我立刻被挖沾我就死了 所以我也不行 9 8 7 他現在就是在設法消除保衛了 我這邊應該先去接一下 接是先手 5 4 斷打在這邊補齊 蠻囂張的 OK 但是我能檢討得到他嗎 點這個 我先站一下這個 接個時間 我能進去檢討他嗎 利用還沒打的時候 這個先打一下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先打一下 他這個如果敢沾的話 斷完長一下之後一拐 斷完長一下之後一拐 他好像不行 因為這邊有斷 然後這邊有檔兒 好 看他會不會上當 不過他即便沾我吃兩顆他還是可以撸這個啊 搞不好也沒便宜 對 搞不好也沒便宜 不過這是我最後能拚了一點機會 如果他為了要 不損失 就走來這邊的話 就是說他現在如果擋3-3 唉唷 唉唷 真的讓我拚出一點機會 這我一拐他不行吧 唉唷 好 竟然 搞出機會來囉 他走這個等於進死了吧 我還可以多衝一下 9 8 7 應該沒必要 就單擋就好了 他這樣等於進死了 哇 最後在我 左下這邊硬把他搞出一點騎啊 那他也是看錯了這樣 好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對局 一開始在右下角角角意認為白琪這個靠是ok啊 不過這一手的跳好像是不太好 因為跳比有拆熱到的話 白琪這一代的根據地是會有點局促的 那決議認為白琪呢其實就直接一點大飛一下 那把根據地直接走出來就好了 那黑琪如果說拆了過來呢 白琪就先貼斷 讓黑琪外面是有一些保衛這樣子 好那這一代走完之後其實決議一直推薦我 應該把它尖掉 尖完之後再外面跳 那這個尖它的用意是讓白琪這裡頭沒有辦法 順利做出兩隻眼 譬如說白琪走這種板虎啊 那黑琪這樣衝完點進來 這裡頭白琪是做不出兩隻眼的 那搬沾的話黑琪也是搬過去 那裡面白琪都做不出兩隻眼 那也就是說這樣子先尖完跳的話呢 讓白琪這一塊就蠻有壓力的了 很有可能就是得在外面繼續奔波走一些單關 像這邊白琪如果在跳呢 那黑琪繼續這樣追究 白琪也是蠻不舒服的 過程當中這種大飛其實也都蠻賺的 那走著走著可能有可能 上面這一顆子呢 白琪自然而然也有點戰鬥不起來了 所以這一代的尖完跳 是絕對一直推薦的要點 那我實戰都沒去下 因為我一直預期 我可能是要用點進去的 不過這個點雖然說 局部是能夠更挖掉它的眼位 因為這樣它變成說只剩下後手一隻眼 但是區別當然很大 就是在於說它落了一個後手 這樣子就差蠻多 那這邊黑琪不走的話 其實白琪去尖一手也是蠻重要的一個要點 所以說黑琪應該趕快把它搶掉 然後實戰走這個被靠 這邊其實還好 但是一直沒有去走到這個要點 就蠻不好的 像這邊 過了幾首期之後 局一還是推薦我應該要尖完中間跳 那這邊這一手大飛 所以是會被白琪這邊尖完靠出 不過其實黑琪就放任它出來 也沒什麼 因為白琪這一代 它其實這個連接線都蠻破碎的 像這邊有挖 然後這大飛也是沒完全連上 然後這邊也有點 點過來之後 這邊也沒有完全連上 所以白琪這種東西 其實還是保衛蠻多 然後再加上我們剛才把這個尖掉之後 右邊也沒有辦法搭建出兩隻眼的情況下 這白琪其實各處都是保衛 那黑琪這戰鬥起來就比較有力了 所以上面這顆子其實 我們真的不需要太過於在意它 因為它也不可能一手期就把我們兩顆吃掉 反而應該先走這邊 走著走著 很有可能白琪這一個就 戰鬥不起來了 所以這邊 這個始終是要點 那 這邊我是問了一下 這一手 看來我這手飛也是決意首選沒有問題 這個飛確實是 比較好去照顧這邊 然後 也可以瞄著這邊靠的問題 只是我後來後續靠這邊 後續戰鬥沒有走好 這邊變化 它是 白琪也沒有理這邊 直接跨斷也是蠻兇 那黑琪連衝都不衝 因為這邊確實爭執不力 那 它還是一樣先回到這邊的要點 尖完跳 這邊 讓白琪這樣穿斷看起來是烈型 但是 決意也認為OK 那 這雙方都有點契合 各走各的 那黑琪後續走到這邊 好 像是 飛完之後 它力 然後我接一下之後 這邊決意還是一直推薦 我應該趕快下這個 所以 這個 雙方都沒有去走 蠻可惜的 尤其是我其實 我那時候是有注意到這個 這個點 但是沒有注意到尖 蠻可惜的 然後再來是 我靠完之後這一串 我這一手棋 單退 是不太好 因為 我那時候 一直以為 突然以為說 我搬的時候白琪有可能搬反擊 不過 這樣應該 白琪應該不太行啊 黑琪有可能 挖打 然後這樣子 白琪還要斷的話 我直接打完藏進去 它應該是不行 所以 我這個搬它只能擋在這邊 那 這樣子的話 黑琪這一代的連接就可以拿到先手 因為實戰我變得 如果一個後手 被白琪往這邊靠 那這棋就苦了 所以我這邊 明顯是應該走一個 傍晚打吃 去拿到一個先手的 那決意拿到先手之後 還是趕快 要走這個 還是太重要的一個點 那 即便我實戰沒發現 沒有去走這個 那我也應該把這邊給補好 這一個有沒有搶到先手 就差很多了 這邊洛伊後手 被人家靠 那決意認為我這邊應該把它棄掉 那我實戰是想說 這個被人家破 好像形狀也很爛 但是 確實這邊還是應該棄掉比較好 那白琪這邊是補好 那我還是應該 趕快來走這邊 這個始終是最大的棋 那這邊白4我不補了 好像後續決意有推薦 我應該點了二路 那這個我們就後面再來看 實戰走這個圖 哇 勝率就一波 降下去 但是其實也沒有降到接龍的程度 就是也還在 雙方可下的範圍 那再來這一個圖 我是問說決意 這個白琪應該還是不要貼出來 因為這被我主度還是 白琪兩塊琪沒活 還是比較慘 所以決意這邊也是說 他這個應該先 藏掉這個先手 之後就拐過 那這樣 這一塊白琪應該也不至於死 那當然黑琪還是一樣 始終會去想要追究這一塊的白琪 我實在就是一直沒有追究好 我一直沒有去追究這一塊 那確實不太好 好 那這個白琪沒走 貼出來之後 這個戰鬥應該是還OK的 那這邊我是問說 他飛過來說我應該怎麼下 那決意是叫我這邊先搬一手 我決意好像蠻看重這手棋的 因為剛才他也是推薦白琪應該趕快把他藏掉 那這時候變成我搬 他肯定要補 否則我斷丸藏過來他死掉了 那他搬的時候 這裡頭眼位可能就有差了 他藏到跟被我搬到相比 多一些 什麼斷丸翻打出來 還是什麼樣外面的一些味道就有差了 那這邊他是推薦我應該用靠的 其實我實戰不會想要靠的原因是 因為我是想說我現在在追擊這一塊 那我肯定不能靠在他身上 但是其實我可能還是用靠的比較好 因為他這樣這一塊還是蠻危險 對我這樣連接順暢出去之後 其實白琪這邊還是欠著一些段啊 還是甲之類的味道 那再加上這一塊可能也欠一手 所以這樣黑琪應該就比較好攻了 這樣子勝率蠻高的 實戰這一圖 我走成這樣勝率完全跌落谷底 哇這真的是接龍的勝率了 但是白琪這邊也沒走好 在我肩的時候 白琪就打了這個 然後被我硬擠上來 變成他這條龍掛掉了 這邊決定認為白琪應該要沾回 但是這個後續的變化其實也很複雜 我們來看一下 黑琪這邊還是應該先扳一下 火琪之前先把它交換掉 這時候白琪就改成爆吃的 那白琪這邊補過去 因為他還是要連接嘛 否則這條龍還沒連出來 那這樣的話黑琪這邊應該不太能跑 如果硬團出來 那麼白琪就叫我吃一下一般 這應該不太行 那麼但是黑琪可以從這邊來 這個場的時候白琪這邊這一塊沒火 那麼他去補火 我就挖這個的時候 挖這個時候白琪跑去擠了一下 但是黑琪右邊尖過來的時候 這一塊就已經很危險了 他這個不知道是形成轉換還是怎麼樣 那這邊白琪是還有一跑 所以白琪在左邊一帶也還是有所得 你跑完之後 黑琪如果要拖過 那這邊被一打 這一塊黑琪也很受收刮 所以 這有可能是形成一場轉換 但是我也說不準 這個挖的時候 像是他挖的時候 為什麼白琪一定要擠這個 我覺得 一時之間還沒有完全研究透 像白琪能不能在這邊交換幾手再去挖呢 感覺也是有機會 譬如說頂完沾一下什麼的 至少不要讓右邊全死 我是覺得有點機會 但是 但是 就也沒研究清楚 這邊 感覺也不是特別重要 反正這邊 白琪重點在於 不能打這個 因為後續被我擠 擠爆了 這樣 其實不要擠爆 是不是 斷這個也可以啊 這邊稍微問一下 還是有什麼其他更嚴厲的手段嗎 還是要先搬一下 對啊 局部還是要用擠的 對 這搬一下好像始終是重點 對 好 那這邊我把它反吃回去 局面就變得 欸 好像黑琪又好一點 那但是 我這時候拖這個 決定認為不好 他認為我應該用二路點進去 這是我前面所說的 局部可以用二路點進去 哇 這真的是 很沒想到啊 這蠻狠的 喔 那 白琪這邊 他是用斑的 如果用力的話 可能黑琪就尖進去或飛 這個 白琪應該也是很難吃 裡面那兩顆子 喔 不過這樣子的話 白琪也是蠻苦的 可能黑琪這個腳上 這個腳要給黑琪了 就是黑琪可能活一塊 然後白琪硬拉出來什麼的 那實戰 他這邊尖過來之後 其實黑琪裡面應該還是有點騎的 不過我實在想都沒想 那後來就被白琪給補掉了 確實蠻不應該的 那這邊決議的表我們來看一下 黑琪先搬完一下擋住 那麼白琪打吃 之後再沖完 兩下之後點進來 那後續黑琪大概會 沖一下之後沾住吧 那 那白琪這邊如果說要跟黑琪進行比氣的話 首先一路這個 氣可能得把它搬沾掉 否則黑琪一路立 對腳上是一個先手 那麼搬沾完之後 黑琪這邊明顯是做不活的 那麼 就只好 點進來跟白琪進行比氣 那麼 白琪也就這樣普通的收氣 好 雙方繼續這樣子收完之後呢 繼續這樣收 那麼收到這邊之後 應該就會形成打結了 不過這個結呢 對於 黑琪來講應該是不太需要擔心 因為黑琪在 左上左下 應該都是有蠻大量的結財 那反觀白琪這個結財就不好找了 而且 這兩塊琪來講 白琪應該也是比較大 所以這邊白琪如果要跟黑琪攻殺 形成打結應該是不太好 那麼 如果說白琪呢 就自己做活的話 那黑琪也可以透過這個 一路立的先手 黑琪這邊裡頭 點進來 就是局部可以去結殺白琪 那如果一樣形成打結的話 跟剛才講一樣 黑琪在外面有蠻多結財 所以白琪如果說補助的話 那黑琪撲進來 這個局部就已經可以做活了 白琪如果說想要硬殺的話 首先 只能透過這樣子硬沾的方式 去殺黑琪 那這個黑琪要火其實蠻容易的 就直接沾住就好了 那這邊白琪要破眼 只能走這個 那麼黑琪就打算一衝 那中間馬上要挖死白琪了 那下面白琪也搞不動 所以說 這樣子呢 白琪就崩潰了 那也就是說在前面 黑琪撲到這的時候 局部就是已經可以做活了 所以這邊有沒有去活這塊 確實也差蠻多的 那很可惜 實戰沒有把握機會 那後面就變成 我就比較落後 因為右邊沒有去把他搞活 然後這邊就被人家補掉了 那最後這其實還是要小輸一點 但是 對方給了我機會 那這邊 在他斷的時候 其實叫我是打吃完之後 再打這個 那但是 因為他主要原因是在於說 在打這個時候 白琪他還是不會沾 他還是會虎在裡面 所以 這邊其實先打哪個 他白琪都是應該要在虎在裡面才對的 那實戰等於說 我抓他這邊的一個 死雞跑去打一個 那這時候白琪就更不能沾了 因為他明顯是要虎在這邊 那他 他沾其實 也 也還算可以 就是在我斷的時候 他 應該要棄掉了 那棄掉的時候 絕醫師叫我還是回去擋 因為 吃這兩顆還是不如長進來打 那他提掉後 我至少還可以收這個 那後續提這個還是蠻大 那實戰白琪爬兩下 我拐 他跳一下 我擋二之後 白琪就投降了 不過這邊白琪裡面 實際上沒有禁止 我實在那時候講錯 這邊白琪有一個 斷完之後 再一路翻打 這樣子裡頭是形成兩段結的 不過雖然是形成兩段結 不過這個是白琪不利的一個兩段結 那麼白琪要打贏這個結也是非常辛苦 所以說 這樣子白琪基本上也是不太行的 那麼白琪如果是擋在這邊的話 那黑琪也可以先搬一下 再叫我吃兩下之後呢 擋在這邊 那白琪裡面 如果要避免禁止的話 也是只能透過這樣子 去形成兩段結的手法 所以這樣子白琪一樣都是不利的兩段結 所以說白琪也是不太行 好 所以這般琪真的是蠻跌宕起伏的 雙方都各自有一些優勢 像是我這邊應該把它搬過去之後 趕快 尖完跳這個 這個尖完跳始終是重點 我都沒抓到 那 後面我的一些掃子 譬如說像是這個沒搬啊 然後 這個東西 可以點進去撿好它 那後面是在於說 右邊被人家尖的頭 其實還有機會把右邊這塊給救起來 但是我都沒有去考慮喔 這個搬完之後 擋在這 再加上一路立有先手的情況下 確實是有機會去救的 那走到最後我本來應該是要小敗 但是 欸 抓到對方一個勺子 那 跑去打吃 這個時候跑去打這個 那對方犯了失誤 就讓我撿回來 撿回這個勝利 好 這盤棋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 大家的收看